夏天 三寶 龙三寨 你用冰水 把王清给酵性 带她进来问话 然后传太医进来 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毛病 其他人都下去吧 喳 你们去备着 是 你们都坐吧 贵妃 你见了朕 就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屈辱 说吧 你咋会把脸死这儿 你真是变了 你又糊涂了你 皇上 方才主经过延禧宫 想着贤妃娘娘禁足 心下不忍 所以过来看看 主刚到延禧宫前 谁知王公公 从昭华门过来 没头没脑地就扑上了主 嘴里还不甘不敬 皇上 皇亲简直是疯磨了 他一看见臣妾 就过来扯臣妾的衣裳 皇上 您看 您看臣妾的胸口 都被他扯破了 皇亲今儿不是当职吗 怎么从昭华门过来了 回贤妃娘娘 今天晚上 不是王公公当职 所以他一早便回去歇息了 咋啦 赶紧去 我别你叫我多紧细吧 皇上 贵妃娘娘 主 王亲带过来了 知道我是谁吗 皇上 你赶 赶紧给我松开 皇上 松开我 王亲对贵妃一向领气有加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松开我 看她的样子 好像是灌满黄塘花酒分似的 放开我 皇上 宝贝妃刚刚闻了王公公身上的味 闻着不像酒味 倒是有一股 甜甜的异香 皇上 皇上 你怎么来了 发什么风王亲 三宝 你让她下去 皇上 皇上 以王公公现在的情形 恐怕什么都问不出来 他今日既不当值 便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头 奴才记得 他屋里的连心 今日也不当值 不如传连心过来问一问 便能弄清楚 王公公的情况 传连心 喳 好 贵妃息怒 王亲和连心的舞房就在附近 连心很快就会到的 上场 皇上请你也查 您说 皇上 奴才才出宫门 就见连心正在寻找王公公 奴才便把连心带了过来 令则 齐太医也到了 正在给王公公搭卖 即刻便进来回禀 皇上 贵妃娘娘 贤妃娘娘 王亲是不是发了风冲撞了人了 你这样问 便是知道王亲为何如此癫狂了 先不用行礼 告诉朕 王亲是什么毛病 皇上 微臣已经给王公公搭买了 他不是酒醉 是服侍了过量的恶极苏丸所致 什么是恶极苏丸 此物 是坊间的一种密钥 历来为宫中所尽 不知王公公是否从宫外所得 大谈 王亲这种东西 你们俩必然是一伙的了 皇后娘你好心刺你们成亲 你竟然如此不知廉耻 皇上 奴才未保万全 去找莲心的时候 已经派人去王公公的武房搜查 奴才和齐太医先到外头候着 去吧 去吧 你 莲心 现下已无旁人 你有话就直说 皇上 皇后娘娘本是好心 希望奴婢终身有靠 才将奴婢赐给王亲做欺负 谁知王亲连畜生都不如 每每吃了那药 便对奴婢肆意打骂领辱 王亲这样 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 这样的事 这样的事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 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 且有王亲说过 只要奴婢敢对外同录一个字 她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 皇上 皇上 王亲无耻 辜负了皇上和皇后的恩典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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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心发作又找不到奴婢 便发了狂跑出来 王亲可恶 皇上 您得给臣妾做主啊 皇上 皇上 靳忠刚才去王公宫房间搜查 搜查到一盒药丸 给其他一看 这事恶极宿案 皇上 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 一直在奴才们面前吹嘘娶妻之事 原来就是靠这种污秽的东西 皇上 请您一定要蒙住王亲的嘴 不许她醒过来以后 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 臣妾在宫里 再也不想见到王亲那个贱奴了 皇上 您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 出这份屈辱 李渔 叫人纳麻河 堵住王亲的嘴 打断她一条腿 把她赶住宫外 沦为乞丐 这 皇上 好了 朕已经主治王亲了 您就别再哭了 王亲这个贱奴 死了都不足为过 您才打断她一条腿 明明也太便宜她了吧 贵妃 您今天也受惊了 早点歇息吧 皇上 下去吧 是 皇上 此事王亲是重罪 莲心 只是无辜受害 还请皇上看在莲心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 不要责怪莲心 那 先起来吧 朕呢 不会责罚莲心的 莲心 朕今日 就取笑你和王亲的婚配 若你想出宫 去探访家人 朕也准了 奴婢离宫后 家中弟妹无所依靠 日子也不好过 奴婢情愿留在长城宫伺候 你倒不怪皇后 皇后娘娘哪里知道王亲是这样的人 奴婢不怪皇后娘娘 也好 下去吧 请皇上 还有一事 说 奴婢 知道 关于玲珀人生子的流言 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 而是那日王亲两了差事喝了黄汤 最后胡说出来的 只是奴婢从前深受王亲之苦 家人弟妹也被要挟 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 其皇上恕竟了 娘娘恕罪 你说的话当真 千诚万确 先非娘娘恕罪 先非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是王亲 那为什么宫人说 是在颜喜宫附近 传出来的 颜喜宫是王亲回五房的必经之路 他那日喝醉了 躺在颜喜宫外的永道边 满口胡说 是奴婢把他拖回去的 正因为如此 被旁人听见 就以为是颜喜宫传出的流言 王亲九醒后知道自己胡言 便赖在了颜喜宫 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 你说的话 都是真的 奴婢不敢妄言 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告知奴婢 奴婢与颜喜宫也肃无往来 若不是王亲胡说让奴婢知道 还会有谁说与奴婢 雨 奴婢在 王亲口中的麻河 至此不能拿下 要他以后 不许再胡言乱语 皇上 不是仗泽大端一条腿吗 至此是 让宫里面的太监 全部集合到慎行司 看着王亲行性 看看还有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敢混乱后宫 这 你这傻子 明明不是你 还愿意把自己关在盐禧宫里 朕很是心疼 皇上不用心疼 为了不让皇上在后宫左右为难 也因为皇上一直顾全着臣妾的周全 就算再多得流言 臣妾也愿意忍受 朕从未真的怀疑过你 你我的琴瑟之情 后宫主人 谁都无法比拟 委屈你了 今夜繁星璀璨 甚是好看 这江南的山水 也就是朕 最向往的地方 等到将来 朕带你去看 柔蓝狐绿 疏语桃花 朕喜欢的地方 一定会有你 只要你和皇上在一起 去到哪儿都是人间神间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 没有良心弄他 本宫平常对你们不好吗 昨天晚上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拦着 她 她是 她是副主管 奴才也不敢呢 都是奴才的错 你打死奴才吧 她是副主管 你以为你就不管了吗 不来了吗 本宫 本宫 本宫昨天在门口 受了那般歧视大辱 所有人都看见了 都看着本宫的笑话 你们这帮没有良心的人 你们以后 你们以后让我 这么有颜面去见皇上 这么有颜面去见皇上 你 已经无用的东西 都给本宫关 关啊 这儿 你 皇前那个狗奴才 必须得死 是 必须得死 必须得死 是 必须得死 皇上赏王公公贴家官 嘴里的麻盒致死不让拿下来 昨晚已经死了 死了就好 死了他就不会叛扯咱们了 是 你是王亲不会说了什么吧 他的家人在宫外 有高大人在 他怕连累他家里人 不会说什么的 是啊 那就不关咱们的事了 本宫就是不服气贤妃 凭什么大阿哥能交给他养 不能交给本宫养 是本宫先要养大阿哥的 皇上就是偏袒他 就是皇上偏心他 才交给他抚养的 所以才逼得本宫 必须自己想法子 把贤妃拉下来 要回大阿哥 结果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宫怎么就没有个孩子 本宫要是有个孩子 那日若是本宫失了皇上的唤心 皇上看在孩子的份上 也不会不理本宫的 贵妃真是无事生非 非要跑到延禧宫前都去 才会被王亲撞上 也难怪皇上会生气疏远贵妃 一抬头就见到自己的爱妾 被一个嫣人欺辱 一病散乱 能不弃脑吗 可皇后娘娘有所不知 皇上脑贵妃的 未必只有这义桩呢 这玫瑰人生子的流言 多半是贵妃能传出去的 王亲向来笼罗贵妃 难保不说与她知 这贵妃诬陷贤妃 也是一哉大阿可 其实有皇后娘娘照拂 非要争长子做什么 可见贵妃有二心 就是这王亲可恶之急 白白害惨了怜心 本宫想想 真是对不住她 这怜心是可怜 可怜心没能笼络住王亲 咱们也是白白丢了一颗棋子 如今 在皇上跟前的是礼遇 咱们要再想探知皇上的心意 可就更难了 是本宫误了怜心 不过暂时也不能放她出宫 免得将我们拿她笼络王亲 探知皇上的心意的事情说出去 皇上最恨别人刺探圣意了 奴婢原想 就算怜心要出宫 有她弟妹在手 也不怕她胡说 罢了 她愿意留下也好 别做这些伤殷痣的事了 那就让她在殿外伺候吧 免得娘娘看见她又是心酸 不过她 主儿 皇上很久没去贤府宫了 惠贵妃也是聪明反悲聪明误了 贵妃呀 那是自己耐不住 非要总是经过咱们宫门前开笑话 原本奴婢还想着 是皇后娘娘赐婚对食的 这样的事应该落在皇后身上 叫她身受惊吓 那才痛快呢 皇后重规矩 断然不会把玫瑰人 孩子的事往外说 唯有可能的就是王亲 可是王亲也不会 随随便便就这样做 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的 那主是怎么猜到贵妃身上的 起初我也想不明白 直到贵妃想要带走永皇 既有人这样费尽心思地 想诬陷我 自然想要得了好处 既让我因玫瑰人之子受到责罚 又惹皇上皇后厌恶 又可以把永皇带走 这两种好处 像齐了贵妃的心思 她又在延禧宫门口幸灾乐祸 我便猜到是她 最后也果真没让主猜错 还是李玫和廉卿得利 李玫从盛行司找到了马脚 还和王亲换了当职的时间 直到廉心从王亲嘴里套出了实话 也算是坐实了贵妃 这贵妃也是行黑 这般无限主 主倒没有告发她 贵妃有这样的家事 哪里轻易焊的动担呢 而且告发贵妃 就是继续戳皇上不想提的伤心事 总之 现在既教训了贵妃 惩治了王亲 又救了廉心 还许了您的冤屈 一尖四雕 是 既解了我的困局 又解了廉心的苦痛 更绝了宫中的对师之事 主儿 您真的从来都没担心过吗 您自愿禁足 可当时并不知道李玫与廉心 究竟能不能做成此事 万一贵妃再尽谗言 冤定了流言因您而起 那时候皇上想保全您也难呢 自然会担心啊 所以 我就赌一把 赌我猜中的人 必会留下疏漏 我此刻留在廉喜宫 他们以为我被困住了 便会得意松懈 这样我们就更能成事 主仇会 可是主 那廉心不会把这事说出去吧 廉心这次出力不少 况且我们只是用了法子 翻出了实情并没有冤枉谁啊 廉心一心想离了王亲 如此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是 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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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ら保护好那年 主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是奴才 是奴才 皇上呢 皇上 皇上 你跟皇上说我身子不好了吗 奴才跟皇上说了 皇上说让齐太医来给您医治 让你好生养息 皇上还说 皇上还说他得了空自然来看您 王亲羞辱了本宫 本宫还委屈呢 皇上都这么些日子不见本宫了 皇上以前从来就没这样对过我 你说皇上是不是怨我了 不会的 皇上若怨您 又怎会让齐太医来为您调理身子 皇上一定疼您的 这次的事 皇上虽然也怪皇后 让连仙与王亲配婚才惹出了风波 可是皇后有儿女在 夫妻总能期末 不像我 连个孩子都没有 皇上说冷着我就冷着我 您虽然没孩子 但您有家事啊 皇上重有高大人 就不会不在意您的 阿玛 阿玛 我要给阿玛写信 让她向皇上敬言求情 是 贵妃真的让高兵替她求情 是 高大人这么做 可见也不聪明 不过这次倒是贤妃 赢得很漂亮 贤妃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太后 齐乳有一事请太后懿指 什么 贵妃说 宿日里所用的药物并不起效 嘱咐齐太医换药方 她换不换药都那样 齐乳之前怎样 现在依旧怎样 不必为她大费周章 奴婢明白 依贵人有喜 这枚麒麟送子金锁 是哀家赏你的 谢太后厚爱 臣妾一定不会辜负太后的期望 诗经有云 灵之旨 镇镇公子 麒麟是宋子的吉寿 真正是好逸头 贤妃说得很适 怡贵人 哀家希望你能够顺利诞下皇子 是 太后 皇后娘的礼 实在是心意独到 皇后一向不喜奢华 哀家赐给怡贵人的 这对麒麟金锁 皇后不会嫌哀家老糊涂了吧 皇阿娘一片心意 儿臣怎敢这样想呢 何况仪贵人遇喜 皇阿娘爱护仪贵人 等同是爱护儿臣 宫中祥和平安 才是忠公有德 前几日为了许婚那件事 惹了不少风波 皇帝身边的王亲 都被刺了死 皇后娘责备的是 儿臣本是好意 不想却生出宫尾祸事 儿臣真是无地自容 皇后是好心 可切要记住 凡事都不能伤了天和 不过哀家多次叮嘱你 忠公以养育皇嗣为要 你舍本竹墨 不该如此 儿臣知错 儿臣知错